謝謝亞三 謝謝 那個新學堂亞文的邀約 那更感謝今天晚上 麗麟的朋友 因為今天剛好是週末 那下班之後大家還趕過來 那這一堂要不得錢是今生 我是盧老三 盧老三是我的藝女 那我們今天講的講座的主題是 要不得錢是今生 那這一堂課其實 這個講座應該是在三年前就要舉辦 你知道嗎? 你知道疫情 那如果三年前來講這個主題的話 不是藥戶的錢是今生 叫做 叫做什麼? 藥戶年代 幾個都是中藥戶以前的過往 那我想說這一次那個 那個亞文的邀約我想說 那我們把這個主題換一個方式 就是說 藥戶一直在講過往好像也不對 我想說那可不可以把藥戶的今生給放進去 那藥戶今生還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藥戶離我們年代越久 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就 黏著性就會越高 那藥戶離我們越近的話 因為現在也不上藥戶 都上中醫診所或者是上醫院了 所以藥戶跟我們的黏著性就會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把今天的主題 換一個方式來說法 叫做藥戶的前世今生 看看藥戶以前在幹嘛 那藥戶以後還能做些什麼事情 來 藥戶的前世今生 在背後這兩句話 大概就是我這十幾年最常講的兩句話 藥材放在藥櫃裡 就是藥材 轉身拿進廚房就變成香藥 我們希望從早年藥戶 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所謂的疾病醫療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把它黏著性想要更強 跟廚房做一個相連結 那講藥材太沉重 那跟我們的日常廚房做相連結的時候 滿足我們的口腹之意的時候 就相對沒有那麼的沉重 我是盧俊欽 藥戶有年代 藥戶從2023年 今年2023嘛 一直往回走走到哪一年 1993年 民國25年 就是民國25年 藥戶成立的那一年 那之前都是叫做藥戶的前世 那2023年之後繼續往下走 他就是藥戶的金針 那藥戶不缺的就是中藥材 藥戶有的是人情故事 早年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多 他就是一個 台灣的濃縮的近代史 那藥戶成立87個年頭 現在剛好就是新冠的末期 正經理國新冠見證了那個 建國百年 挺過了SARS 參與國政黨無替還有什麼 台灣金卡末的年代 一直跟台灣的經濟起飛 結束台灣奪空襲抗戰前一年民國25年 昭和11年 這是一個 那個記憶混淆的年代 因為剛好在那一年之前跟之後 藥戶的老闆不同了 那現在還 現在藥戶還在87年 現在正為了轉型打拼當中 來歡迎各位回到藥戶年代 那藥戶雖然不是一個非常非常神秘的行業 但是藥戶在我們華人的歷史當中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歷史悠久的年代 而且早期的藥戶的年代 從神農開始 一直到北 以絕昌空以來 他其實都跟什麼 都跟隆隆的神話故事相連結 那有一天我在家裡 我在家裡翻 我家有一本祖谷喔 我翻翻翻 欸 我家的祖谷 我家有盧世佳 盧世佳在什麼時候寫的 在北宋年間 900多年前 我一直以為啊 神隆他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後來我在往前翻 我家的祖谷 從哪裡什麼時候年代開始記錄 從唐朝的時候開始記錄 我在往前翻的時候發現 我竟然是神隆士的後代 所以後來我發現 神隆士果然有其人喔 他不是一個虛擬的人物 但是啦 其實說實在整個藥 這個所謂的藥戶的行業 他其實從秉月昌空以來 他其實我們去看所謂的醫藥典籍 跟獨一谷 他有沒有發現說 其實早年 早年的這些神醫 都跟隆隆的什麼 神話有關係 貶卻昌空是如此 神隆更是如此 不好意思 那以前藥部的伏伏案 超過我們的想像喔 以前藥部服務範圍 服務到所謂的 生老病死 而且不單單如此喔 有時候 藥部的服務範圍 是連現在的教學意見 都沒有辦法頂的 因為藥部要服務到什麼 服務到人往生之後 老朋友前往陰間的最後那一段 要繼續服務 那他以前的藥部就如同現在的小器一樣啊 就如同土地公一樣啊 他是有求必定的喔 那藥部不單單是如此 不單單涵蓋我們所謂的生老病死 他其實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有息息相關 那你看喔 從此各項的香料啦 藥膳啊 鑄天然的藍色祭 十一 天然的藍色祭 鑄焦房啊 焦房是怎麼知道嗎 焦房在漢朝的時候就有了 漢朝在整個四川平原 因為四川平原多潮濕嘛 那以前在四川的時候 他就把花椒跟泥土 整個塗抹在房間裡面 產生熱氣除濕 再來花椒多植 一盤是什麼 多植多酥多福氣 所以兩千多年前就是這個焦房 那這個焦房 再來就是什麼的 天然除蟲劑 再來各式各樣的常備的日常的應急藥品 那因為今天講話有點急 為什麼有點急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今天的篇文有一點多 今天是哈利亞的主題合在一起 原本是要講三個小時 後來發現只有一個半小時而已 所以講話有點急 來 再來 曾經 曾經 台灣人的生老病死都離不開要顧年代 那因為在台灣嘛 所以主題就講台灣人 那如果 如果是在別的地方 這個主題就要改 可能所有的華人 曾經的生老病死都離不開要顧年代 那畢竟 畢竟這個都是曾經 因為從早年 從我們四五年代 整個台灣的醫療體系 終於要是主流醫學 那慢慢的慢慢的 退去到輔助醫學 再到現在 再到現在的變成的西洋產業 但是這個我覺得都不需要往西 因為畢竟 藥部這一個 他畢竟會走出自己的醫療路出來 那能不能再到百年 再光榮的廚藝 你看喔 從早年的主流醫學 到後來的輔助醫學 再到現在的西洋產業 有一天 因為我家開藥部嘛 開了87年還沒有倒 有一天我就跟我家老大在聊天說 我們要不要這樣子 我們家 要不要有一天 我們把它開到滿一百年的時候 成為百年老店 那我們再來開一個光榮的席燈趴 開完之後 歇業 成為百年老店的第一天之後再來歇業 我老大跟我講說 不可能 辦不到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不想要年過70之後 還守在藥部裡面工作 你看喔 那你就知道說 目前台灣的整個藥部的體系 是多猛 夕陽中的夕陽 你看 連一個接近百年老店的人 可不可以成立到百年老店 再來齊登 他說他辦不到 對 但聽起來有時候 我們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好像有點淒涼 但是這個是事實 就是這個目前存在在 從台北到最南端 其實都存在 存在所有的目前的傳統中藥房 大家都在等 等一件事情的發生 那 藥部啊 從2023年一直往回走 走到1936年 來 民國25年 昭和十一年 抗戰十一年 其實還有一個叫做D93年 要不開業了 因為那個是 那個年代錯亂的一個年代 抗戰之後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後來那個老闆也換 一下子要你年號用 那個昭和年間 一下子又要叫你換中華民國 來 有時候又要叫你換西年 西元祭年 所以但是 那一個 那一個是一個 那個 神經錯亂的一個 一個年代 那過往啊 過往你看 我們在看傳統的中藥部 在看藥櫃 我們現在藥櫃喔 每一家的藥櫃 都是什麼 定做的 沒有現成 不像我們的家具喔 可以大量製作喔 但是藥鋪的藥櫃 沒有現成的喔 每一家都是定做的 因為每一家的藥鋪的 方位都不一樣 老闆做 伸手的順序也 熟識也 習慣也不一樣 所以每一家的藥櫃 都是定做的 但是我家的藥櫃有點特別 我家的藥櫃 既然是 現成的 這個有一段歷史 這個歷史牽扯到以前 以前更久 但是我發現我們今天 好像沒有時間講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把這個故事先 先留著 將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來跟各位做分享 那這個啊 這個就是我的名片 我的名片 我的名片 小生我都不用自我介紹 出去人家就知道 我家行業在做什麼 那前兩天我剛好去那個 高雄長坤醫院 因為剛好有家族病死 所以拿高血療預防用藥 我身上就是有一股味道 就如同說我的前女友 跟我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的前女友 我老婆 跟我還沒有結婚之前 她每次跟我出去 你身上 藥材的味道好重 跟我結婚之後 她也就聞不到了 就變成說 不然大家現在同事再講 身上都是香料的味道 每天都有 她說她聞不到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的名片 因為身上自然就會有一股 那小時候出去 都是中藥材的味道 那這些年 因為要不轉型 轉型慢慢往香到這一塊走 所以我現在身上 都是一股香料味 我自己聞不到 那出去大家都 你今天你家裡做什麼 我有時候像校的時候 如果沒有排工作 就跑過去運動 我就看到一些跑友 你今天家裡打八角 我就怎麼知道 你身上都是八角的味道 對 所以與生俱來 身上就是有那個味道 所以我現在出去都不用介紹 我甚至 我應該連名片都可以不用印 我說你聞 我就知道我在做什麼的 以前在整個要不脾系 其實會從所謂的 從師徒至道 所謂的目前正規的 現在要取得中醫師執照 都要去考什麼 考醫學院 考醫學院 取得那個醫學生 七年之後再去實施 再拿到中醫師的執照 那早年從師徒至轉型 轉型到 到學院職的空窗期 其實有一些年代 是非常觸亂的 因為早年他開放什麼 開放只要會讀書的人 你不一定要從事中醫藥的行業 你只要會讀書 你就可以去考 考中醫師 所以以前有一段 那個一小段的時間 中醫師是 連中醫藥都不認得到 他不知道甘草長什麼樣子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黃啟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家曾經非常特別 特別 我爸爸有一個土地 兼朋友是中醫師 因為他那個朋友是開西藥房 那他從年輕的時候去很會讀書 後來他去考檢考 考了這樣考了特考 考了特考之後 就要幫病人 抓藥看病抓藥開藥房 那結果他連中藥產他都沒有開過 所以他曾經那幾年 那幾他每次開完藥房之後 他就先PASS給我爸 趕快急著他的尾斯牌摩托到我家 說你覺得我這個感冒用藥 這樣子開得好不好 那我爸再從旁邊幫他修正 那有那幾年的時候 我家有一個非常特別特別的朋友 就是一個西藥房的老闆 但是具有中醫師的身份 在我家當學徒 當我爸的學徒 曾經有這麼幾年 那早年在轉型的過程 他剛好就是一個過渡時期 所以以前中藥房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可以去講 那其中一個就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情況 就是叫中醫師開藥房 那當然現在整個 整個醫學體系 他打悟到正規的教育體系 要從醫學院出來 在經由實習之後 在經由考試才能取得相關的執照 那早年不需要 但是後來我們在看這些中藥產的時候 你看到以前在中藥房 中醫還是主流醫學的年代 各位有沒有去想到一件事情 但是當年又處在一個 漢賊不良藝的時代 那這些中藥財從哪裡到 以前最常想 最常以前我還年輕的時候 或者是慢慢的 慢慢的我老大當家的時候 我最常遇到的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那個婆媽來上門 老闆我要台灣產的事務 最常聽到這一句話 我說我最常納悶說 為什麼一定要台灣產的 他說沒有啊 因為那個大陸進口的都是黑心 我說你單單事務這四個 基本上台灣通通不長 所以說你看到既是漢賊不良力 但是我們當年的大量需求 是要從對岸過來 所以當年非常特別 當年非常特別的所謂的進口的管道 這些重要的進口管道 都要通過某一些特殊的關係 所以後來才會導致什麼 導致後來我們在看 我們以現在的眼光在看香料 我們台灣第一代 第一個網紅是誰你知道嗎 第一個網紅 副培美老師啊 他們是上電視叫我們 叫我們做菜的時候 對於香料啊 不是你一定要先乾鍋炒過嗎 把香氣炒出來之後 再開始做料理嘛 地代網紅叫我們這樣看香料 早年沒有錯 早年沒有錯 因為你知道嗎 單單從花椒來說 在漢賊不良力的年代 你知道從花椒 不管從山東產,陝西,甘肅或四川 它從產地一路到你家的餐桌 我們現在的花椒不是說 所講什麼大紅寶 大紅寶最好的花椒嘛 那個色澤要非常紅亮嘛 那你還記不記得 早年你知道最後 最後購買的花椒是什麼顏色 黑色嘛 對不對 所以早年副培美老師 就要教我們說 你要乾鍋炒 把香氣炒出來再去做料理 那沒錯 因為早年在漢賊不良力的年代 花椒從產地到你家的餐桌 少說幾年 幾年 兩年 兩年 太客氣了 對 你如果乘以五倍 八倍我都不遺忘 那是早年啦 那因為現在交通方便了 那對於香料的需求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大了 那交通方便 經過方便 現在的香料 如果在香料的處理方面 還是什麼都要乾鍋處理的話 那就不一定是正確 但是早年這個方便 是正確沒錯 因為它的 它的 它的有效成分 已經混亂太多了 它必須藉由乾鍋的熱氣 把最深層的香氣給飲出來 但是如果香料 目前還這樣子對待的話 就不見得正確了 有些需要這麼對待 但是有些的香料 要求不能這樣子對待 那是一個早年非常特別的一個行業 那再來就是說 以前藥戶為什麼會跟大家習相關 是因為早期物質不豐富 大家勞動 勞動又多 那早年要吃個好的時候 大概就是什麼 從畢冬到冬至 冬令進補 那以前藥戶的冬令進補 叫做冬池 現在叫做冰池 為什麼 因為早年的藥戶 一家藥戶 你冬至到的時候 你可能 藥戶之前冬至一兩個禮拜 就開始準備了 像我家還早年 我父親還在的時候 那時候每一年的冬至 但是動令進補 要說辭血大火 一年大概要幾百鐵要發 幾百鐵喔 所以大概前幾天就快準備喔 那時候是 是一張四尺乘八尺的木板 先架起來 先抓好 依價格先抓好 客人一來上門 硬啊就走 以前叫做冬池 真的動起來 那現在年輕人也不知谷 再來就是 大家現在營養都很好嘛 你天氣稍微冷下去 去吃姜母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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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的動力進補 大概就是吃個湯圓 就完事了 完事了 所以現在的動力進補 對於藥戶來說 它叫做一個名詞 喔 該吃湯圓了 哈哈哈 不一定要進補 該吃湯圓了 好來 再來就是 就是藥戶 每一家有歷史的藥戶 稍微燒劇歷史的藥戶 都有內擔 因為早期 早期在在中醫藥的時候啊 那個病人上門來看病抓藥 藥戶的當家都不希望你這個病人往外跑 對不對 幫你打完賣 開完藥單之後 你做完藥戶付了錢之後 你把藥單留在這邊 藥留在這邊 那你人離開 你現在是來的時候 看到你就知道 從藥戶裡面抽一張出來 你的專屬的藥單 這個叫做內擔 在診所叫處方簽 但是為什麼藥戶裡面不叫做處方簽 叫做內擔 因為比較特別 因為藥戶的內擔 不單單只是看病的處方簽而已 因為它涵蓋了很多 譬如說像我家 我家的內擔有什麼 有某一家到現在還在營業烤鴨店的香料配方 所以藥戶的內擔其實涵蓋很多 就以目前來說 尤其在這些轉型當中 轉型當中跟餐延的連結越來越多 所以藥戶的內擔其實有很多所謂的 餐延口中的秘方 所以說藥戶不叫處方簽 叫做內擔 但是因為藥戶裡面 它不單單只是看病的處方簽 它有很多的 早期是所謂的養生藥膳專屬的喔 是你家專屬 你個人專屬的養生藥膳的一個藥膳配方 所以它不單單只是看病而已 所以內擔在整個藥戶體系 它算是非常特別的一個藥管 再來 這十個字 十個字 代表什麼 以前在內擔的十年代 以前藥戶掌會的時候會出診 出診就到外面去看病 家裡可能只能是小孩子在 學徒在 某某人上來的時候 他剛好他有需求 他要抓他以前的藥 藥戶的可能就是 可能徒弟或是小孩子 抓完藥之後他不知道什麼算價錢 所以藥戶都有特別獨特的一個計價方式 是專屬我家的 是別人看不懂的 所以藥戶通常計價方式不會寫1234567894 他可以用以前的蘇州馬 用以前的計價方式像我家 就是兩個類似五顏結句 春風和氣萬雄山就有聲 春風和氣滿常山少藥生 1234567894 來你看喔 春滿 這個是一個地方 一個檢太太她的所謂的藥膳配方 來 這個檢太太上門來之後 家裡可能 那個藥部長規的太太抓了 或者是兒子抓了 但是他不知道什麼計算價錢 但是他只要看到 有沒有 春滿 這一帖要多少錢 秋一滿 15塊沒有啦 150 他只要檢險 如果1500他就 他就春滿身 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看藥材就可以辨識價格 所以早年啊 在藥部有一個特別計價的 一個 書寫價錢的一個方式 1234567894 因為我寫得太明白 寫得太明白 你可能也看喔 你怎麼寫得那麼清楚 所以說他又不想讓別人知道 所以就教我家 就很特別 春風和氣萬雄山 1234567894 這樣子 對 非常特別的一個計價方式 到現在 還在用嗎 只是被的出來而已 沒有在用 現在電腦化 根本就沒有在用 對不對 好 再來 再來 在現實當中 很難找到一個行業 像以前的藥部一樣 涵蓋人的生老病實 因為你知道嗎 就如同現在的所謂的 教學醫院 他只服務到什麼 服務到你 走了那一刻 就送到往生式了 就沒有他的式 但是以前藥部不一樣啊 以前藥部除了所謂的 生老病實 所以要服務最後一段 因為你 你還沒有走過奈何橋 你還沒有喝的夢過湯 夢過湯那一碗 是不是重要熬的 一定是啊 所以你還沒有服務啊 所以以前的藥部服務 是要服務到奈何橋之前那一碗夢過湯 來 來 所以以前的藥部的服務範圍 是已經 已經到頂了 現在任何一個行業 沒有辦法再加碼了 來 曾經台灣人的生老病死 都離不開藥部 來 生 從背孕開始啊 背孕開始 調理身體嘛 調理身體 到產後不是 生化湯嗎 那以前在藥部啊 你的聽覺也好 要分辨得出來 上來這個婆婆啊 通常都是婆婆的抓生化湯 你要聽得懂這個婆婆 她講話 你就知道 你下一句要接什麼了 老闆 你幫我聽三條的生化湯 你要接什麼話 三條的生化湯 不然那小孩還拚就有了 什麼意思 消產 小產之後 二路比較少 生化湯喝三條就好了 你如果聽到 老闆 七條的生化湯 公義喔 十八十五啊 你要聽得懂 以前要不就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原來你的名字叫順福啊 以前我還在念書 剛好今天有一個我專科的同學 老大哥 我以前讀專科的時候 上課 上課 騎摩托車 他剛好摩托車壞掉 他就去找了一家 找一家那個機車廠去修理 那機車廠的老闆就 就往後說 欸順福啊 把那個工具箱拿出來 我說 喔順福啊 可我爸同名字呢 我就問說 欸老闆 你兒子叫順福啊 我說 對呀 我跟你說齁 有聽台語 講台語聽得懂嗎 喔 我跟你說齁 我跟你說齁 我兩個兒子很不生齁 人家不生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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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兩個兒子去那裡 調理身體齁 尾仔 蓋在那裡 我家裡 所以我就把我老闆而已 放那間藥店的老闆好感 我就說 喔 我很高啊 那個我老闆 哈哈哈哈 後來我回去跟我老爸講這件事情 我爸說 啊 他知道啊 因為明月蛋糕有吃到 嘿 以前就這樣子 以前 以前藥部有很多這些故事存在 你看從生化湯汽鐵 到生化湯 三體 再來 你的名字也叫做順福 順福啊 還蠻一心切的 當然老就不用說了嘛 老 一定要跟藥部 就如同現在老 要跟醫院住的近一點 是同樣意思 以前 老要跟藥部住的近一點點 這個 這個 這個無庸置疑啊 再來病 當然生病往藥部去抓藥 是很正常的嘛 但是喔 以前生病 除了藥部還可以去哪裡 去廟宇嗎 有槍嘛 對不對 但是你放心 早年 早年各廟宇的藥籤 絕對不會像什麼 絕對不會像那個 淑妮養成金 那個劉嘉玲 那個 那個藥 那個劑量過重 因為早年 早年 那個各廟宇的藥籤 其實劑量都很輕 它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安慰劑 它安慰你的心靈而已 但是你要了解到 早年各廟宇的藥籤 不管 不管 男生 一個男生專用 女生專用 俄科 副科專用的 它都有一天 共通的藥物 叫什麼 所以 以前的 以前的藥籤 其實我們來看 一來劑量很輕 二來最有效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一定不知道對不對 羅丹 喔 鄉火的天公羅 那個羅丹 再來就是 可是以前神明真的管得很寬 你要想啊 婆婆 那個一個媽媽去 喔 要保證我兒子 那個老大漢 老大漢 帶個水母的 要保證我兒子 他又嫁合公 要保證我兒子 在台中不要包餓奶 以前神明管得很寬啊 連看病有時候還要當醫生 但現在不行了喔 1993年鑰匙法之後 神明有他會被抓去關 因為他沒有執照 所以現在喔 1993年之後 廟宇就不能再修藥籤了喔 嘿 所以之後的藥籤都是 純粹光光使用 溫寸場業 所以1993年是一個分野 你看喔 每一個 每一個藥鐵啊 都有一個什麼 羅丹 羅丹 你看他的劑量其實都很輕喔 他其實都是一個安慰劑 而且啊 早年的藥籤啊 早年的藥籤 他並沒有所謂的治什麼病 他只有編號而已 你就乾杯嘛 神明示給你 所以以前最常遇到 遇到一個婆婆媽媽 如果來 在廟裡求的藥籤了 那我們藥鋪都會 附近的廟裡的藥籤 那個都會先抄回來 一成本 你就看第幾首 比如說 喔他求了第五十九首來 你就打開 欸這是天公廟的 他有槍 你就打 第五十九首 那個婆婆媽媽已經跟神明 報備一輪喔 他神明都已經賜給你要籤了喔 但是婆婆媽媽還會問你說 啊頭的這張就在什麼呢 對不對 其實他們還是會有顧慮 其實在藥鋪以前的年代喔 其實廟裡它是一個非常重要 警次旅 也不是警次旅 去看病啊 看病除了藥護可以去的話 廟裡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醫療場所 非常重要 再來就是說 男女有別喔 你看這個是 鳳山的仙宮廟 有女幼有男幼 還有兒科專用的 以前的藥護是這樣子 他有附近的 比如說 關帝廟啊 我們叫關帝廟啊 天宮廟啊 還有什麼仙宮廟 有些廟是獨立的藥籤 有一些廟是共用的 譬如說 關帝廟就跟仙宮廟 你看 關帝廟就跟仙宮廟兩個共用 兩家廟共用的藥籤 那不依而主啦 再來 人死了嘛 生老病死 死 要做什麼 以前 如果現在如果到教學院 就是過往就是 就送到廣生寺嘛 要不不一樣啊 要不一定要繼續服務 因為你看 在我們華人的傳統 只要是生病過往的 你都要做各式各樣的法會嘛 什麼什麼什麼 頭七二七三七四一不管 但是到最後一場 畢業典禮的前一天 你一定要加班一場什麼法會 藥慘 做藥慘 那做完藥慘之後 就代表說你前世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要離苦得樂的 所有的病痛全部拋下了 你就可以去找 找誰 找孟婆啊 要跨路奈何橋啊 先跟他要一碗孟婆湯啊 喝了你就忘卻了今生前世的 一些一些一些 生老病毒的所謂的中等的煩惱 你就去投胎嘛 那 藥籤 那做藥慘的話 那做藥慘一定要有藥舞喔 藥舞那你就要所謂的什麼 要有一個對症下藥嘛 那在我家比較特別一點點 在我家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說我爸大概在三四年前 三十年前就過世了 那過世我們那時候年輕也不懂嘛 反正就是禮適包辦那一切嘛 那我們就年輕的小兒子就是 人家說在那邊對白 之後就功德圓滿 但是我爸是生病過往的 那一樣有做 我記得很清楚 還是有做這一場法會 藥慘法會 那藥慘法會就在那邊對白 做完就結束了啊 結束我們就沒事了嘛 那邊是 就日子還是要人繼續往前走 日子繼續往前走 那後來很不幸的 我媽大概在十幾年前 剛剛也生病過世了 那過世那時候就 也連接 我也快接近中年 那時候就比較懂了 那也是請禮遺公司來代辦這一切啊 那 他要畢業典禮的前一天禮遺公司說 啊我記得要做藥慘法會 那禮遺公司也準備了藥股喔 那有畢鐵中藥喔 那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這個要對症下藥 我就一看 你知道這什麼嗎 失誤湯 我就問禮遺公司說 是不是每個人都是失誤湯 他說這現在都總得過場而已啦 所以失誤湯 我說這個不是要對症下藥嗎 他說這個怎麼抓得完 就是這樣子過場 好那就這樣子 好那就辦了 順利圓滿落後安 我們年輕人繼續往前走 日子繼續要過 啊糖冷的習俗就是 過完之後人 過完之後 革你不是要做什麼 對眠嗎齁 那看我做對眠的前幾天喔 然後我妹啊我妹 我一定要提我妹 我妹叫嚕嚕 為什麼 因為每次我出來講 他說她懷恨我 這一本書沒有把她的故事放進來 要不年代 所以我已經每次講到 出來講這個話題一定會提到她 我妹叫嚕嚕 當然我媽做對眠的前幾天 她一直夢到 夢到說我爸要求要再做一次要燦法會 我想說二十平年前不是已經做了嗎 為什麼要再做呢 那家裡兄姐妹商的結果說 那應該其實要按往生者的心 其實是按我們在世陽性指數的心 那就想說好那可以 那我們要做對眠那一天 我就順便幫我爸做一場非常簡單 但是隆重的法會 藥餐法會 那以前要做藥餐不是要挑藥方嗎 對症下藥嗎 所以我們就請了一個長輩 對這個相關習俗了解的人 請他來主持 那我們家開藥餐廳有很多藥方 所以我們家就準備了幾十個藥方 讓我那個長輩來植背 讓我爸自己挑藥方 好巧不巧挑了一個藥方 叫做補陽環五湯 我到現在一向來成客補陽環五湯是什麼 現在在常用什麼 中風術後的病人條理 我爸怎麼走了 然後中風走了 這個在我家有點懸 但是活生生他就是 後來我就在想說 那會不會墨婆湯 也是失誤他 我不知道 等我有機會去遇到墨婆湯 我再問他 我再脫墨給你 等我 等我 好來 生老病死 再來就是藥婦啊 藥婦拜拜 有禁忌 因為我們現在做菜 開門做菜就是很常在初二十六 開門拜拜 生意辛農 各行各業 那我們換個場景 如果藥婦初二十六 拜拜是什麼一個情況 哦 那個 中心病啊 拜託出賣給我 告訴我 來外面聽他 什麼就好 所以藥婦不能拜拜 藥婦初二十六不能拜拜 藥婦只能在 所謂的 普渡 那個七夕 再來就是 所謂的尾牙 無關乎生意辛農 只祈求國泰平安 只能這樣子 所以藥婦不能隨意拜拜 藥婦的拜拜是 有經濟的 不然你看哦 那個藥婦就會沒有鄰居 哦 你要看青衣哥你拜拜啊 還要拜我隔壁 老婆婆來 我怎麼想你可能 不可以 所以藥婦拜拜有經濟 真的有經濟 再來就是 浮度 藥婦很有創意哦 藥婦在浮度 真的很有創意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我鄰居 他們在浮度 因為小時候浮度 都要到附近的宮廟去 一起浮度嘛 那之前廟的人 就會來發臉盆 發臉盆 我看我們家鄰居都是 家裡去浮度都是什麼 水果啦 糖果啦 餅乾啦 那 拜完之後馬上可以吃 小時候最開心 但是我家沒有 我家永遠 今年是當歸啦 紅棗 明年是黑棗 變成枸杞 那後年可能就是穿窮 又換了什麼東西 因爲什麼 小時候家裡窮 他捨不得讓家子吃那麼多鈴薯 在家長是有一套說法 我們這個有加持過的 其實就是 說回來會在賣的概念 會這樣子 小時候我就一直很羨慕鄰居說 每年浮度都有很大量的糖果 我家沒有我家浮度的東西不能吃 繼續賣 後來前幾年剛好出 藥庫年代這本書 那就跟家裡人 子子就說 我們今年來重溫一下 叔叔小時候的浮度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浮度 那個中原用紅棗把它擺上去 當然後面還是擺小被愛吃的 禮食 所以在藥庫的浮度 其實是非常特別特別的一件事情 好 再來藥庫怎麼沒有 那個外用內斧最多 不管是內斧也好 外用也好 不管是什麼 那個這邊最故意的阿燕有 在五公餐 五公餐到什麼 到五篩哥 我家有一個 我家有一個 有一個跌打損傷的藥膏叫什麼 叫五篩哥 到現在藥庫開了八十幾年了 這個還沒改 還是叫做五篩哥 他有一段小故事 從生物湯到慈溪最愛的玉龍山 藥庫東東都有 你看 那個全中華民國當兵當醉酒 到現在還沒有退股 那個阿燕 剃股澎山 他們家本部就在我們鳳山 我們家出去轉個路馬路 就到他們家的本部了 你看 他以前 各位有沒有想到 你得這拼這拼這拼的阿燕 在更早之前 他們不是都拿那個小的藥掃嗎 在吃藥嗎 以前吃藥沒有藥掃怎麼辦 以前吃藥沒有藥掃怎麼辦 一千筆兩千筆 就同錢 以前 你這個就是這樣 那個一個 那個黨籍 你們兩個黨籍 一個錢筆 兩個錢筆 相對 精準度良痕 相對 如果以衛生條件 我們現在來看勘率 但是以前是非常精準的一個度良痕 再來就是說 不管是什麼七里掃 武功傘 神器掃 什麼什麼商藥本 都一樣了 替武功傘 其實它是什麼概念 七里是什麼概念 它其實不是在治病的概念 它是一個在保養的概念 因為這個度良痕 你看喔 一台兩是多少 37.5克 一分 0.375克 一里 所以七里才多少 0.2幾克而已 不到1克 那很輕很輕的劑量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就是日常在保養的概念 它並不是在治病的概念 所以說來 除了早期的一千筆兩千筆 那個相對精準 但是不衛生的度良痕 到後來那個當一當很久 那個其實它吃的東西 它其實不是在治病 它是在保養 行軍保養 有時候剛好呼吸不順暢 它其實量都不多 所以它是一個保養的概念 再來 有塞戈 因為每一家中藥鋪啊 那小少年紀都會自己 那個 那個 所謂的鎮骨水 來推染的鎮骨水 有洗 還有一些滴打損傷的藥膏 那我家 剛好我家老家的正對面 是以前鳳山的首富住的地方 那以前 以前只要 只要經營這一些所謂的 日常生活的一些大眾物資 非富即貴 我記得很清楚 我家那個鳳山的首富 它家後面有兩座大倉庫 糧差寫著台灣省糧食群 我就知道他家是鳳山的首富 在民國四五年代 他家就蓋了大樓 我們那時候叫大樓 五成樓 算大樓 民國四五十年代喔 他家就有 那個B&W的轎車囉 所以有一個專用司機 那個司機他家住農村嘛 農村他每天都要騎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 Kawasaki的車子去蓋鳳山上巴 他有時候因為 在農村就很習慣的嘛 赤腳走路啊 就被釘子刺到啊 被玻璃刺到啊 就可能會腫脹啊 化膿怎樣 然後就來藥鋪 我家那時候我阿公還在的時候 就調了一個 那個所謂的 椎龍拔肚消毒的一個藥膏 那個叫飛翁臂 我記得很清楚 啊你這看起來很像我 我整個腳的無塞無塞 結果那個藥膏就到現在沿用 就是無塞鋼 所以到我家還有無塞鋼可以買喔 啊以前的人也很奇怪啦 不管是前面無塞鋼底塞鋼 名字雖然不文雅 但是有效最而用 有效最而用 來 無塞鋼籃這個沒什麼 那再來早期啊 在沒有藥妝店沒有西藥房的時候 藥部就是美妝店 以前衛部最常到藥部買什麼 珍珠粉 來你看 老婆爺 慈禧老婆爺的最愛喔 玉龍傘 那如果我們以現在的眼光 來看我們那個 聽說啦齁 慈禧年過六十之後 皮膚依然摧痰可破 但是我們以現在的眼光 來看慈禧喔 他的年過六十 皮膚依然摧痰可破 是建立在什麼架過之上 不知道齁 古塞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找這個芋龍傘 有兩個東西 裡面有兩個成分 一個叫做白丁香 丁香是香料 我們都知道嘛 公丁香 還有白丁香 白丁香是什麼 對 麻雀的大便 那你知道鴿子的大便叫什麼名字嗎 左盤喔 以前古人觀察路 也說鴿子的大便是向左盤旋 所以這樣就說 以前那個御醫認為 御醫啊 御醫啊 御醫認為說那個白丁香 它有美白殺菌的功效 所以說 慈禧的美 是建立在圖大便喔 那如果我們下次看到麻雀的分辨 還是不要試好了 但是你知道 慈禧的美是建立在圖那個的事件事上 但是現在不會 現在的芋龍傘都把薑產 薑產是那個薑 那個感染之後 薑化之後 薑化之後磨成粉 然後再把那個 那個 那個 麻雀的大便 都已經拿掉了 因為衛生餘餘的問題 所以現在 芋龍傘的成分 已經看不到薑產跟白丁香了 所以現在 安心 安心的膜喔 你可以加蛋白 緊實 緊實肌膚 你可以加蜂蜜滋 你可以加牛奶 吃一間美白 放心 大膽的土 沒有關係 安 再來就是 在沒有小護士之前 藥護當然就是你的腰狀店 以前最常用的就是紫雲膏 那紫雲膏其實很簡單 有一個大部分就可以救了 那個 那個 這個上網找得到 再來就是說藥護 藥護 藥護藥護其實以前就如同 郭東元藥喔 真的啊 以前藥護有什麼 以前藥護 我記得我家的藥護 甲鎂 甲鎂那個算是小QS 隔節 以前我家藥護這個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來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蛤 這一塊 大象的皮 因為大象的皮很厚 大概一寸 以前的人認為說 大象的皮 刀子化不過 所以它可以治療什麼 刀傷 對 金瘡刀傷的用藥 所以以前藥護你看喔 有羚羊腳 有骨骨 有犀牛腳 有海鮑什麼什麼 海邊什麼 以前藥護這個叫做重裝備 重裝備 藥護人家來 一定要看你的裝備 才說 喔原來你家 對 你家的所謂的 道地藥材齊全 所以以前 連那個 連橡皮都有 那現在 因為這些東西 幾乎都已經不能使用了 所以你就不能再擺出來了 那以前犀牛腳 你看喔 犀牛腳 犀牛腳是誰帶回來的 號稱聽說是 是那個 那個 鄭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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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和不是 不是那個 發現了傳說中的祈禱嗎 喔 鄭和不是在第四次或第四次下南洋的時候 他不是 繞過那個什麼 到達那個東非 東非肯亞坎薩尼亞的時候 他發現傳說中的神獸嘛 祈禱他就趕快牽回去 獻給當時的名稱族 朱立朱老大嘛 欸 禀告皇帝 曉得在東非那個地方 找到傳說中的祈禱 所以趕快獻給你 祈禱就是我們現在長頸路嘛 祈禱路 知道齁 所以他當時 當初在東非發現的時候 是發現了那個長頸路 他誤認為是傳說中的神獸祈禱 所以台語現在那個祈禱 長頸路叫做祈禱路 其實是有相關的 再來其實他同時 他還帶了什麼 帶了火犀牛回來 就是犀牛 非洲的犀牛叫火犀牛 叫灰塞 在傳統的藥物認為說 他咬性比較強 還有一種叫水塞 就是東南洋的犀牛 所以兩個價格相差大概五倍 不一樣 他帶回來的應該是 是東非的火師 灰塞 所以以前啊 半夜最常遇到的是什麼 順路啊 鬼門啊 要做什麼 小孩子發燒 趕快用犀牛獎抹水 帶回去退燒 所以以前藥物就如同現在的小七 就如同土地公 有求必因 來 家裡當然藥物當然又有補藥酒 那補藥酒 我們從剛剛到現在 講話很快喔 都一直在闡述藥鋪過往的美好 那當然不要酒 他還有分好喝不好喝喔 只要這個客人上來 他要泡一用藥酒 只要是不好喝的 就表示說 這一用酒是什麼 疏通筋骨用的 一些酸色的藥 所以不好喝 他如果說要泡一用好喝的 那你就知道 泡的是什麼酒 那一種 肢骨強身的那一種 所以我家很特別 我家喝的那個 赤肉湯 那個牛奶肉 李雞肉煮的那個赤肉湯 我家用什麼 我家用藥渣 藥渣來煮 所以我家喝的 肉湯跟別人家不一樣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補藥酒的最後的利用價值 那為什麼會有不要只追 最後的利用價值 因為啊 來 把藥鋪的前世做一個總結 藥鋪的前半生 一直都在等什麼 因為早年社會的腳步很慢 慢到藥鋪可以用自己的腳步 慢慢慢慢慢慢的跟隨上來 但是進入工商社會之後 藥鋪從主流退到輔助 現在的西洋 藥鋪已經跟不上了 跟不上現在傳統腳步 再加上法律政策相關的作為 現在的藥鋪大部分都在等 等一件事情 剛好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到中國醫藥大學中醫藥學院去幫他們上一堂 微學分的課程 剛好在中醫藥學系裡面去幫 我就講喔 目前台灣中醫藥鋪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但是都在等 等一件事情的發生 那個系主任我記得就坐在身邊 他就很開心 學生有活路了 將來有希望了 我說 其實要不然等 等什麼 等熙燈 現在是現況喔 要不然是現況喔 你看喔 在過往二十幾年間 各位家裡的附近方圍500公司 有沒有看過中藥鋪開業 沒有 為什麼 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他不會未來接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這二十幾年來 不是錯 政府沒有發執照 他不發執照 你就沒有新的藥鋪 所以在這過往的二十幾年來 你一定有看到中醫診所開業 但是你沒有看到藥鋪開業 是因為政策上要導入到正規的醫療體系 對 他要將來 出來都是中醫診所 那傳統藥鋪他就讓你自然 自然他一直慢慢限縮 限縮 限縮 限縮你的營業範圍 那慢慢你有能力的你就轉型 那你就要看這一家藥鋪 當家的還是六十幾歲 六七十歲 大家要等嘛 等什麼 等熙燈嘛 就如同我剛提到的跟我家老大 說我們開到百年喔 再開一個那個熙燈泡 他說他不幹 嘿 同樣的道理 其實就如同不要酒一樣 最後的聖醫價值 大概等熙燈嘛 那不熙燈怎麼辦 不熙燈你就要想辦法 做一個一樣的事情 讓藥鋪有沒有從前世跨越到今生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就如同你如果不想吹一熙燈號 你就要想著轉型嘛 那轉型來喔 藥鋪率先反共大陸 我在去年啦 剛好那個藥鋪年代授權 系錄那個大陸的內地的廣西示範學院 出版藥鋪年代 剛好就配合他們的行銷打書 開直播 他們的行銷跟我說聯繫 誒陸老師我們這次直播要講什麼題目 我就丟給他 我說講薑母鴨 講梁若鴨講什麼 他說老師你這本書沒有寫薑母鴨 我說對對對對沒有寫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這一本藥鋪年代的章點就是 藥鋪率先反共大陸薑母鴨 所以後來廣西示範學院 就把反共大陸這一篇給抽掉了 所以沒有薑母鴨 那藥鋪其實在轉型過程 在我爸的年代 他們就有意無意的去往鄉外這一塊走 所以早年 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配合台灣 那個台商西進 在整個福建、廈門這一代 台商過去開薑母鴨 那我們家藥鋪就 他們配合 提供他們的香料配方 所以藥鋪如果不吸燈的話 你就要想辦法 想辦法走出一條 金針可能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的事來做 那藥鋪慢慢轉型 做一點不一樣的走出去 那所以說我們在這十幾年當中 我們就將藥鋪裡面的藥櫃 付新的生命來 我們想要跟廚房去做一個連結 因為你抓藥 連吃飯都不夠 所以要不要活下去 你就要想辦法做的不一樣 所以跟廚房連結 它可以跟我們生活做更緊密的一個結合 那所以說我們更將這些 早期我們看到的藥材、藥膳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中式香料 把它化為百科 百科來成就美味 因為用藥鋪 用藥鋪的視覺來看這些中式香料 我們從廚房的需求 來談這些分類 我們不用很堅僧的藥裡的分類 什麼什麼感冒用藥 發汗用藥 散骨科用藥 沒有 在藥鋪的眼光來看這些香料 我們是從廚房端的需求跟應用來做分類 所以因為這事情來講 最常講的一句話 放在藥櫃室藥場 轉身拿進廚房 它就變成香料的角度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以前就把藥鋪 以前早期的內單 從而成什麼 從而成餐飲界的處方籤的概念 剛好在這十幾年 我應該算是不學無術 既沒有守在藥鋪 也沒有認真的去找份工作 但是我在這十幾年來工作 算是半個餐飲人 但是我又不是做菜的師傅 所以說 但是工作的方法又跟餐飲業息息相關 所以我就跟我家老大 商量說藥鋪轉型往香料走 因為藥鋪的小孩子來攤香料 它會比較特別 我們將藥鋪的藥櫃 我們也跟學校去結合 比如說我們去中國藥大學 去南加大學 去幫那些參與系的老師 去補足他們料理之外 那個部分 那這個就是 就是這樣子 跟學校去做相結合 那當然藥鋪 藥材很多 故事很多 就是一個近代史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也跟飯店去做結合 比如說跟龍哥 我們不單單把藥櫃跟廚房去做連結 我們也把藥櫃搬到廚房 把中置香料再重新的再定位 我們希望透過不一樣的講座 不一樣的模式的一個結合推廣 讓藥鋪再轉型這一塊 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出入的作為 所以我們不斷不斷的去做 再來 後來就剛好跟廚房合作 把這些中置香料把它當成一個百科來書寫 來 讓中置香料變得更加有趣 所以在分類的時候 你看我不會用感冒用藥 用什麼 什麼什麼 發案用藥 用傷骨科用 沒有 我用家族來幫這些香藥來做分類 譬如說 後來 譬如說我最常講的 在上香料課的時候 我最常講 現在好的花椒叫什麼 大紅袍 對不對 大紅袍是什麼花椒 就是最好的花椒 之後呢 就沒有了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最常講說 你的大紅袍不必然是我的大紅袍 但是我的大紅袍一定是你的大紅袍 因為大紅袍所謂的最好的花椒 它不單單只是所謂的大紅袍三個字涵蓋 它必須還有品種 還有產地相結合的花椒才能稱之為大紅袍 那如果大紅袍是真正好的花椒 那另外一種花椒 叫做俗稱貢膠 早年只能提供 進貢給朝廷指用的 的漢原花椒 它的定位又在哪裡 所以說 我最常講說 你的大紅袍不是我的大紅袍 但是我的大紅袍一定是你的大紅袍 所以我們在從藥鋪的角度來講香料 會變得更加的有趣 那慢慢的我們從藥鋪 從藥鋪的角度 從廚房中的需求來幫這些香料再分類 我就把這些香料從家族性香料 從所謂的功能性香料 兩達類著手 當然還有一些單打磨豆的香料 有一些是單功能 但是有一些卻是複合性的一個功能 譬如說我現在分類 胡椒 胡椒一類有幾種 我們就知道 紅椒、黑胡椒、白胡椒 沒了 我們就從家族的分類 譬如說胡椒一類有十種 從花椒家族 從微椒家族 從肉椭家族 這一類的東西 去做一個分類 去跟廚房相連結 不用很堅剩的藥理 從廚房中的需求 去做連結 更多 再來比如說 從這些分類之外 我們從功能性 功能性不是阿麻醉用藥 發胺用藥 感冒用不適 我們的功能性是說 藍色效果 異香的效果 苦味異辛增香的效果 調腥味甜味 少見特殊的效果 少見特殊香料 這個就很少見醃特 因為某些香料在我們看 在台灣我們看這些中式香料 跟內地看不太一樣 在台灣買中式 這些香料去哪裡買 開放式的品牌 架上 再來就是藥房 中藥戶 對不對 在內地買這些中式香料去哪裡買 對 農貿市場 菜市場 因為為什麼 在大陸的一二線城市 幾乎 沒有中藥房的 大陸尾雕的速度 台灣快很多 對 所以這一本書在去年 在內地上市的時候 其實得到很多迴響 很多 他家裡接聽音效的照片 他家裡在看藥物的 但因為大陸的政策更加的嚴謹 所以他大陸的一二線城市 你聽到的紅人堂 那個都是幾百人 他已經公私化那個不說 算傳統中藥部 在整個華人地區 不管是在東南亞 東北亞 在大陸 萎縮的速度比台灣更快 在大陸的一二線城市 幾乎看不到中藥房 他都已經被中西藥房 或者是中西醫院 他們所謂的三甲醫院 給取代掉 整個藥房體系 大陸一樣 比我們速度更快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分類的時候 都從廚房端 的角度 去著眼 再來我們也用什麼 用香料跟一些什麼 跟一些地方特色料理去做結合 料理裡面就有香料 那香料不一定要當主角 但是香料它具有畫龍眼睛的效果 就必須要有 所以我們去跟這些地方特色料理去做結合 去講故事 譬如說 來 老藥復得說 中式香料學 南洋肉骨茶片 就 南洋肉骨茶 我們知道肉骨茶有兩大體系 前兩天愛玲老師 馬來西亞人 她就更了解 肉骨茶 它有所謂的 新加坡體系 又稱為 潮汕 潮 薄膠風味 愛玲老師她是馬來西亞 又稱為香氏 又稱福建氏的肉骨茶 我們透過這個 她的主位背後的飲味 也隱藏的風味 你把故事聽完 你的肉骨茶香料 你就會搭配 你的肉骨茶你就會煮 除了相對環原去道地的一個風味出來 所以我們去做結合去推廣去講 在哪裡講 我們除了希望在台灣講 我們也希望到別的地方講 那一場講座在哪裡講 在蘇州的成品 剛好前幾年工作的重心都在內地 那內地剛好跟蘇州成品有合作的關係 那之前那個公司就幫我安排 到成品去辦講座 就一連辦的機場的這些中式香料學的角色 去談肉骨茶啦 去談 去談所謂的客家的鹹豬肉 那這個是在蘇州成品辦的講座 聽說這個地方是 網紅館上打卡的一個熱門景點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 好來 那我們也跟餐飲界去做結合吧 因為在這十幾年工作關係 都跟餐飲息息相關 去當一些品牌的一個知情烏溫之外 那我們也投入到這個產業當中 去跟餐飲界去做結合 去跟飯店做結合 譬如說幫幫那些 新幾飯店的一些中山支部 去幫他們上課 上一些香料課程 讓他們補足在料理之外的一個小球口 幫他們做一個補齊 去跟產業去做結合 那我們也直接進入到所謂的餐飲業裡面去協助量產 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聽說我做的乳味還可以啦 四川有乳 我一張訂單 我那時候工作中間還在內地的時候 我一張乳味的訂單你知道乳幾斤嗎 乳三噸 後來我才知道喔 原來一噸的鴨舌要十萬隻鴨喔 所以我們跨路到產業去幫他們做量產 做量產 憑藉我們些許的經驗值 那在這些年在餐飲業的一些經驗 做量產 所以我聽說我做的乳味四川有乳還不錯啦 還可以 那將藥鋪的 將藥鋪跟餐桌的香料去做一個新的連結嗎 以前開香料課 你知道我開香料課最喜歡在哪裡開嗎 台灣哪一個 不是 不是 我以前開香料課最喜歡在 香氣最複雜最豐富的店面去開 什麼店 麻辣火鍋店 各位因為這十年其實有很大塊的一個重心 是幫這些業者做開發 做開業輔導 甚至口味開發 醬料炒吃這一塊 所以我 早年開香料課最喜歡在麻辣火鍋店 一邊聞著麻辣的香氣 一邊講香料 所以 聽說這一鍋是我做的 那早期 早期對於這些中式香料的詮釋錢 其實都是在料理的師傅上面 那他們是食徒制 那後來發現說 因為現在的對香料需求越來越多 諮詢越來越發達 那我們發現說 廚師其實有空白的一塊 空白一塊 這個也讓我們長期處在這些西洋產業的這些藥鋪 我們好像看到一點點的數 好像還有一點點的 有一條新的路可以試著走看看 那能不能成功不知道 總是試著才知道 我們看到一個 因為大家口中的這些中式香料 其實千百年來 他一直安安靜靜躺在哪裡 躺在藥鋪裡面的藥櫃 盡著他的本分 那我們就想說 那既然這些做菜師不可以來講 但是有我們這些 有量陰 藥鋪小孩來講 是不是會變得更有趣 那你看 我們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 把這些中式香料料料膳 重複在詮釋 從家裡的廚房端 從產業的餐廳跟這些料理師傅 來補足他們所需的一環 那看看能不能幫這一些 這些傳統要不尋找薰的行 每次出來講的時候 偶爾都會遇到同業要不同業 我最常講一句話 跟要不同業講說 我們同行不相繼 對 因為大家都過得很辛苦 我們同行不相繼 我們共同把它做大做好 互同友相互扶持 所以說同行不一定要相繼 那要不過小孩子來說中式香料 是用說用藥櫃跟餐廳跟廚房 跟家家服務的餐桌做連結 因為你看又出來了 方向藥櫃是藥材 隨手拿進廚房 他就變香料 那當然香料搭配啊 香料搭配 他不單單只是香料搭配而已 他必須再從什麼 從料理的特性 從歷史背景 從區域特性 從飲食文化 從食材 還必須要因地置疑 因人置疑 更重要還要帶個人特色 所以要不啊 他有特有的一個中式香料的搭配邏輯存在 你看喔 聽說我做 我這個是什麼 沙茶醬 上了我的沙茶醬課 聽完我的故事 你的沙茶醬就會講故事 我的肉骨茶聽說也還可以啦 馬上讓我撥 來 他不想讓我講 你看 他不想讓我講 那我喝口水 好 滷味啊 牛肉麵啊 我們剛也跟業者去做一些交流 甚至如果有機會 一些刊言的資訊 技術的細轉 但是這一些啊 這一些他都必須要什麼 從料理出發 你香料再懂再精準再會搭配 你沒有用 你沒有讓料理來支撐你的所謂的理路缺解 通通通是空話 所以說 從料理 我們就把它三個搭配邏輯 譬如說從 香料找料理 從料理找香料 從主角找配角 譬如說我們在香料找料理 最近很康的十三香五香 傳統五香 料理去找香料 譬如說我們大家都熟悉的牛麵 麻辣鍋 從主角去找配角的肉骨茶炸醬 來 譬如說從香料找料理 你必須有一個清楚的香料味型 譬如說你已經有一個五香粉 有一個十三香 那你的十三香要來做什麼 你已經有了一個香料 再來找料理 我的十三香可以做什麼 我的五香粉 我的五香可以做什麼 他一直在暗示我剩下五分鐘 這個講得很快 不好意思 從這些香料的類型 不同產生的香氣差異性 來變化更多更多更多型態的做法 譬如說我的十三香可以來 依照香料的類型不同 形態的不同 我就用來做乳胃 做乳包 我可以做沾粉 我的形態 如果磨的形態變成細粉 我可以變成醃料粉 變成香料油膏之類的東西 再來從料理找香料 從料理找香料 譬如說他必須要有明確的一個主題 譬如說牛肉麵 牛肉麵紅燒青吐 如果紅燒牛肉麵之後你就知道 我從這個紅燒牛肉麵 從全華人醉人同口味的人到面 牛肉麵 牛肉麵紅燒 各地方的紅燒不一樣 每種肉質 每種肉質它是腥味 有沒有腥味 對不對 肉質的嫩度不太一樣 那這些東西 你從這個料理 從這些肉質 這些時代的特性 你去找香料 對不對 你要找適合的香料 譬如說全華人最喜歡的麻辣鍋 麻辣鍋各地方做法不一樣 你不是上網搜尋 搜尋一個麻辣鍋的一個秘方 之後你就可以做出麻辣鍋 因為麻辣鍋很大的不一樣 譬如說成都 青油底火鍋 重慶牛油底火鍋 再來到台灣 台灣特有的麻辣鍋的風味味 它不是一個香料就可以 它不是一個香料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它必須還從 譬如說從麻辣鍋 你還有炒製手法 香料的搭配 再來就是你油脂的分類 你的什麼 譬如說你的豆瓣的選擇 對不對 你的這一些 這一些炒製的一個手法 各地各地 把它集合起來 才成為一鍋的麻辣鍋 你不能用中式 譬如說用台式的 你的秘方果中的麻辣鍋 去做一個重慶牛油底的風味 做不出來 因為重慶牛油底的風味 它要的香料沒有很複雜 因為它想要凸顯什麼 凸顯那個牛油的香氣 所以說這種東西是從 從 料理 再去找香 適合的 適合 然後從剛剛所謂的 從 從歷史 從區域 從什麼 到最後 還有一個個人的風格 它必須要 層層去 去 相輔佐 它必須 來凸顯其特色 再來就是一個主角 已經有一個主角在找片小 譬如說我們PT名將中的沙拉醬 帶有海味的 那海味它不能成就沙拉醬 它有各地區朝上風味台灣的 廣東的 港式的 東南亞的 那你大概知道它整個一個分布之後 你才知道說 除了海味之外 這個主要風味 那你後面次要的一些隱味 隱藏的風味 你該如何去搭配 沙拉醬是如此 豆腐茶也是如此 所以 所以 這些搭配邏輯 它必須從各個方方面面 不單單只有香料而已 它必須最終最終要回到什麼 回到料理本身 不管是你香料找料理 或料理找香料 香料一直 都不是主宰存在 但是 都必須有它的存在性 因為香料可以化螺點睛 那你有了香料搭配邏輯 沒有用 最終還是要回到 料理本身來佐證 你的香料搭配是否可用 你的炒製是否可行 所以說 在整個藥鋪 它的搭配邏輯 就把它 跟廚房做得更緊密的連結 那 藥鋪這塊更注重在什麼 在香料品質 除了香料種類之外 在香料品質 再去做更升級的劃分 譬如說像肉桂啊 肉桂它就分了很多等級 瓜酵分了很多等級 像什麼葡萄家族 什麼豆婆家族之類的 那這個才是 才是中式香料品搭配血的一個精神所在 所以說 藥鋪 精神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因為藥櫃 放在藥櫃裡是藥材 隨手拿進廚房之後 它就變得有可能 無限的衍生性 那我們希望說 在目前中 傳統藥鋪產業 在萎縮凋餌的速度 我們希望能夠 變得更慢一點點 生命能夠過得更長遠一點點 讓我們藥鋪某些轉型的過程當中 更順序一點點 轉型的業者能夠加速能夠更多一點點 那你說之後來做些什麼 我不知道 在時代的劇倫下面 純羅西洋才會 當然啦 最終還是要回到自己自強 那至於要走多久 我不知道 那我們大家都還在努力當中 這個是我們共同走過的 要復年代 並經歷的藥品前世今生 今天講話很快很快 因為我又十幾張配合 我把兩個章節把它融合在一起 這個是 出版社會叫我 剛好跟出版社合作一堂 那個欣賞課程 它說有一個QR code 有一個折滴 如果需要 就上網PPA去下載這個 那打上 那個麻辣鍋遮堂課程 接觸就是說 麻辣鍋把它分了很多章節 譬如說從裡面的香料片 油脂片 豆瓣片 辣椒片 什麼 什麼 炒製片 再來馬來亞洲 什麼酸白菜 發酵醃製 我們要分得相當的細 盡可能去講清楚 就這堂課 好 最後這個是 那個 那個 新人學堂 它的那個 部件講座 那個提醒我說 還有五分鐘已經到了 我們 那個 所以要留一點點 新聞A的時間 好 謝謝 謝謝三哥精采的分享 我們之前 以熱熱的訪問 謝謝大家 謝謝 為了要掌握時間 我們也要把握 這一次他難得來學堂分享 所以有沒有任何問題 想要請教的 可以趁現在趕快來提問 請說 等一下我們拿麥克風給您 雖然我們說在藥房是藥材轉身進去廚房就變香料 但是其實藥 就是這些香料也都還是有他自己的藥性 那你怎麼去控制當他進到廚房裡面之後 他彼此之間的配舞 或者是說 他的這些藥性對你又 對於人又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這樣 你講這個議題好沉重 因為一來又要吃冰又要配舞 我記得我在去年年底 我先跟你分享一件事 去年年底我去中國醫藥大學 開一門香料課程 他們習主人跟我講說 我們來開一堂餐桌的中藥材 我說不要 那一堂課叫做餐桌上的中式香料 因為為什麼 講藥材太沉重 今天我們進入廚房 把這一些東西 從藥材也好 藥膳也好 把它換一個方式來看 它是香料 再來所謂的香料的部分 其實這個你其實也不會太過緊張 因為在我們的衛福部的中藥委員會裡面 它就把這些藥類它就分了 所謂的分的是 藥材 可食用的中藥材 還有食材 那我們所謂談到的這一些中式香料 基本上不會在藥材出現 它一定是在哪一個區塊 要嘛就是食材 要嘛就是可食用的中藥材 那這一塊的話 通常 通常你也不用太嚴格去想說 它可能會對人體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來 你喝了一碗四神湯 你就真的不拉肚子了嗎 好像也不會嘛 現在的四神湯好像幾乎都是滿足口腹之欲嘛 但是我們如果回到四神湯這一件事情 從藥理來說 它是在自什麼 在自你止蟹拉肚子 因為它透過這一些 這一些藥材它的鬆盛效果 讓你達到一個止蟹的效果 但是我們以現在的眼光 欸我要那個來 吃一些素性來抵鬱腮 好像也沒有這些事情嘛 都是為了要滿足口腹之欲 反而會跟你講說 你適可而止 因為你吃頓會怎樣 會便利嘛 所以說我們通常會把它拿到廚房去的這一塊 通常我們不會把藥材這一塊 就歸類到藥材這一塊 拿到廚房 因為不適合 它也不適合做成我們日常的藥材 因為它都是一些致病的藥材 它的所謂的風味 基本上要嘛就是偏苦 要嘛就是偏盛 不會有所謂的甜芳香的物質 或是甜性的物質 要去滿足你口腹之欲的需求 所以通常我們歸類到所謂的中製香料這一塊 要嘛就是食材 要嘛就是可食用的中藥材 再來當然啦 所謂的都有所謂的 就有所謂的藥杏可言嘛 再來就有什麼所謂的寒熱溫涼 那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都站在一個前提 不過量 潛藏 要不然啦 我們如果說實在 兒子走不了喔 你為什麼咧 我最常我跟妳分享 我在這時間最常遇到的一件事情 我的學生如果要開麻辣火鍋店 開麻辣我會 他一定會問說 老師來借香料配方 孕婦可不可以吃 我都跟你講說 這個問題你要把它留給孕婦 問他的主治醫師 為什麼 你要問他說 主治醫師有沒有特別的醫主 所以你怎麼不能吃 如果主治醫師沒有特別的醫主的話 你就跟他回答說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辛辣的 你潛藏即可 因為為什麼咧 如果孕婦 如果麻辣鍋不能吃 因為麻辣鍋有一個香料 是孕婦不能吃的肉桂 還有行血活血會造成子宮收縮 可能引發小產 但是我們好像也沒有聽到 有任何的孕婦吃了麻辣火鍋之後 引發小產的好像沒有 但是萬一真的那個是機率問題 這必須承認是機率問題 萬一真的孕婦麻辣不能吃的話 因為有肉桂的成分 我跟你講 孕婦是連乳酪飯都不能吃的 鹹酥雞也不能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一定有五香成分 肉桂是五香必要的一個基本咖 所以孕婦是連乳酪飯都不能吃的 連鹹酥雞都不能吃 因為胡椒鹽上面一定有 都不可能的成分 所以說通常這個問題 我如果這樣講 應該可以打消你的比率才對 要嘛就是從食材走少可食用的狀況材 再來就是不過度的社群 比如說 您知道麻辣鍋它是一個刺激性的東西 你還要照三餐吃 還要連續吃三個月 那你不上國 才怪對的人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還有沒有喔 謝謝 那還有其他問題 老師你好 我想要請問就是 剛剛 剛剛有說到那個傅培梅 他之前就是 以前就教大家那個大紅包花膠這樣 然後說以前的年代 從那個送到台灣來要等好幾個這樣子 是 那所以到時候 那時候是要乾鍋炒 是 品香味 然後那個我想問就是 那既然就是 從 以前都是從海運這樣運到台灣來 過那麼久的時間 那那個中藥材送到台灣的時候 不是已經可能已經壞掉 或變成 就等於說那中藥材 他可能受潮了 還是可以繼續使用嗎 那中藥材保存 因為現在有一些 可能中藥材 像台灣這麼潮濕 中藥材放久了 就受潮 或者怎麼樣的 是不是也像乾鍋炒一炒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有點疑問 就是在講求保存的方式 好來 我們分兩個部分 一個我們先把那個 那個第一代黃黃富老師這件事情 先把他講清楚 因為早期保存老師在做菜的時候 他就遇到這些香料 比如他做滷味 或是要做一些有香料的東西 他必須要乾鍋炒 或把香氣給炒出來 再去做料理 早期這個做法是正確的 因為早期從產地到餐桌 中藥材他經過海運 或是經過地方程車的轉運 他來到你的手上其實都很久 他裡面的大部分的一些 有效的精油香氣都會亂 他必須要用乾鍋的熱氣 把深層的香氣給炒出來 再去做料理 但是現在不一樣 我們單止花椒而已 我現在最常跟一些餐店師傅講說 早期這種做法 沒錯 但是現在你如果 譬如說你現在拿到一個餅子 非常好的食物 號稱大爆花椒 你乾鍋炒的過程當中 你會聞到很明顯的花椒的香氣 非常非常明顯 但是它代表什麼 代表揮花 你炒的越多 你聞到的香氣越明顯 表示這個香料的香氣揮花的越多 所以說現在在處理這些香料 反而我都建議說 你要按照你料理的特性 才來給你的香料的前置作業 並不是所有的香料全部都要乾鍋炒過 譬如說你要經過油 把香氣融到油子裡面 譬如說你要把香氣融到鹽裡面 做一個香料鹽 乾鍋炒有道理 那你如果要做其他的料理還有乾鍋炒 它可能不是加分 它可能是厚分 所以必須現在對待料 對待香料的眼光 它是必須要因應你的料理手法 料理的需求 才來考慮你香料 如何去做前置作業 對不對 所以說現在在看香料的前置作業 跟以前不一樣 那早年 你說早年這樣子從來到台灣這一塊 台灣地主潮濕 地主潮濕它保存相對不易 那現在相對方便 因為現在整個從採收運輸到台灣 來去保存相對都簡單 因為現在的藥物基本上都冰箱 一些比較滋潤性的藥物都放冰箱 那早年我小時候我跟你講 怎麼保存 除了曬官之外 曬官總會遇到羽濟 怎麼辦 尋硫磺磺 尋硫磺 早期嘛 所以早期藥材 你說藥材 是不是每一家都稱之不足 坦白跟你講 肯定是 因為為什麼 你漢賊不良一個年代 台灣要進口藥材 時常會斷貨 對不對 時常會斷貨的情況 這些藥材 你說會不會超過年限 會 再來某些的辛香料 他放的年限越久 他更可以顯現出 他的特性出來 就譬如說陳皮 辛惠陳皮 剛剛出現那個龍哥 國賓辦的那個行政 那個餐飲副總 他有一次去香港 買35年的陳皮 你知道買多少錢嗎 35年的陳皮 30萬台幣 對 那是不是 他有放 那過期的疑慮嗎 沒有 他只要保存得當的話 他的價值性就會越高 只是說早年的中藥材 萬一碰到雨季發霉的時候 藥物我跟你講也不會丟掉 他一定重新洗乾淨之後 再重新曬乾 要把東西拿乾 因為早期藥材得之不利 所以早期的保存方式 就是盡可能 盡可能達到 就是可能 遺跡過後就趕快要拿出來 趁著沒有受草 或吸血的受草 要趕快去進行下一步的預防 他可以趕快拿出來 才可以晾乾 那現在的 現在的藥材其實保存相當簡單 按照他的屬性 你該放冰箱冷藏 就放冰箱冷藏 該進冷 公布就進冷凍庫 該常溫就常溫 再來就是現在 有相關的法律檢定 他有某一些的保存期限 保存期限相關就很規範 現在跟以前不太一樣 來瞭解 好 謝謝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人要提問呢 這位小姐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樣台灣這邊比較明顯是一個政策 那他們那邊是什麼狀況 那這樣子的話 藥材的需求也會跟著降低 未來藥材的供應上 或香料的供應上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在內地的萎縮更快 但是它當然是政策的導向 但是它更蓬勃 因為為什麼在中國的中藥產業 它是更蓬勃 你能夠想像得到嗎 中藥既然可以用法徵了 在大陸的中藥 很多它的藥劑已經是用針劑形態 甚至針對小孩子 他有頭皮針 針劑 所以它其實大陸的中醫 中醫藥的學術方面這一塊 它早就導入到中西醫合併 在他們的所謂的三甲醫院 就是普遍的地區型以上的醫院 那再來就是他們的陳藥的部分 陳藥的部分其實他們就更加 因為你知道在大陸看病很貴 即便有醫保的補助看病還是很貴 所以他們習慣在沒有大病的時候 不會上醫院 他們會去上藥房去買陳藥 所以他們的陳藥的發展其實是比台灣相對的更快速 所以你說中醫藥產業會不會沒落 在內地不會 它只是走得更快速 更前面 所以它不會萎縮 只是藥房 傳統的藥房也是正式的關係 正式的關係讓它藥鋪萎縮 它現在你看到傳統的藥鋪 大概只能在什麼地方看到 大概在四五線城市的一些農村地區 看還有看得到 些許看得到一些傳統的中藥鋪 現在記得他們沒有 所以中藥藥體系不會不見 它會用另外一個型態更加蓬勃的發展 只是說它是傳統的藥鋪這一塊就不見得了 台灣也一樣 台灣的中藥體系將來會更蓬勃的發展 因為中藥結合之後 只是它從正規的醫藥體系出現而已 但是傳統這一塊 它就不見得能夠繼續的生存下去 除非你的眼光夠精準 你能夠很順利的轉型 像我們有一些同業 我們剛剛跟那個人還在聊說 我們這些 有一些同業像 宜蘭就有一個百年老店 它發了什麼 中藥啤酒 那個所謂的香藥啤酒的概念 那像北部這邊 它專門做養生茶飲 像屏東有個東隆堂 它做什麼 它做歸零膏 如果有聽過的話 像嘉義就有一家專門做 香料咖啡 對 香料咖啡 香料料膳 那這些它就導入到這一塊 年輕人它還有創意 它可以轉型 讓我們希望這些店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讓這些 這些傳統藥物轉型能夠 比例能夠更高一點點 那不然的話 經過我們不正確的統計 大概不會超過5% 要不轉型 因為大部分全部都是中藥人 它沒有力氣轉型 那轉型 有機會再轉型 或在轉型當中 大概不會超過5% 大家都還在很辛苦的努力當中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是不是這一熱烈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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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